3月18日,中国南苏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交流视频会议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举行 中国与南苏丹两国卫生健康系统专家利用5G互联网技术 面对面就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交流讨论 视频会议上,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梁昭昭 对南苏丹医护人员介绍了中国新冠肺炎防控和就职经验 并对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病例防控措施进行了分享 从我们医院来看,应该是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同时对不同的病人、不同的治疗方案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从会上获悉,除了开展远程视频交流 安徽还将针对南苏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专家组 事实给予技术指导,尽最大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 包括提供诊断试剂盒等必要物资 这个疫情不仅仅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 所以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来抵抗这个疫情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据了解,南苏丹地处东非内陆,医疗卫生条件和防疫体系较弱 南苏丹市安徽对口卫生援助国家 自2012年以来,安徽先后组建了7批原南苏丹医疗队 目前,安徽省第7批原南苏丹医疗队在开展日常医疗工作的同时 也在积极协助南苏丹卫生部门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也是按照亮丹亚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尽量地按照对方提出的一些要求 我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希望到达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